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郑重的向马政府提出四点诉求 第一点就是马无江流道歉赔偿 然后第二点是大普四户地归原祖 第三点是彻查刘正恒任内所有的土地炒作弊案 第四点立即重新启动土征条例的修法程序 并且在修法完成前暂停所有的土地征授案 残骸分别丢在三个距离半小时车程的路程的地方 而且还向张家收取24万的搬家费 我们要请问什么样的搬家公司要收24万 然后收24万之后 就是把人民的家当财产记忆这样随意的弃制 随意的破坏 更可恶的是 苗栗县政府开的这24万2000的搬家费 就是张药局他们的土地补偿费24万2000 完全刚好跟他们的土地补偿费一模一样 这分明就是在恶搞分明就是在恶诊 为什么这似乎犯了什么罪 为什么刘正宏县长要用这种出残暴力恶诊的手段对付他们 我们高度的怀疑7月18号 本来我们要上来向马总统诉求苗栗县刑 刘正宏十大民怨的弊案 他就是看到我们要来爆料这十个逼案 所以才动手拆除这四户 动手偷袭拆除这四户 想要转移焦点 这是他们那天拆这四户的动机 因为他不想要他任内的这十个逼案爆发 所以才在那天用这种手段偷袭 我非常的可恶 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 今天拆大福 明天拆政府 今天拆大福 明天拆政府 你看这个 这个是人家是人穿的吗 这个衣服是人穿的吗 我在华乐队中找到这些 我还要去找我的东西 我不会想话 你看那瓦乐队的东西都是我三十几年的家当 我要出来的时候我有家 下午回去的时候就没有家 我的家当全部都没有了 我连一个碗一个筷子也不留给我 我也没有衣服可以穿 就那一套衣服 就要去台北那一套衣服 我不晓得今天政府做了什么 我没有犯罪 我只是要保卫我的家园而已 我没有什么 我没有什么 要跟政府对抗 我没有 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家庭嘱咐而已 今天我要的是我的家 我自己 我自己心血赚来的那个家 我不要什么 我有缴税 我有缴税 我今天没有犯罪政府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这是国家暴力 强盗政府 用国家暴力 强暴人民 各位朋友 强盗政府 用国家暴力 欺凌 强暴人民 我们的政府 用这样的行为 用这样的行为 再向台湾社会宣布一件事情 如果他要 他就可以拿走一切 如果他要 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 拿走你的一切 各位 什么叫做一切 他可以用怪手 拆回你的家屋 他可以用怪手 捣回你的家当 他可以拿走你的土地 让你什么都没有了 还不打紧 他连最后 土地 补偷偿的费用24万元 通通要拿走 各位朋友 你们觉得 这不残暴吗 你们觉得 这不残忍吗 你们觉得台湾社会 不该站出来吗 该归零的 是这一个都市计划案 该归零的是 这个都市计划案 是这个执行 这个都市计划案的政府 首先我们必须再一次的强调 7月18号的事件 完全是中央政府纵容的结果 不管是警察的调派 或者是都委会的决议 中央都有权责 甚至于两年前 我们提出修法 也可以让这个制度扭曲 获得调整 但是中央没有回应 所以我们要求 8月18号以前 马无江流 必须公开道歉 我们要不然 8月18号 我们会发起 全民拆政府的行动 第二点 我们认为 这里大浦诉讼案 还在进行 首先是这个大浦的 这个整个竹南基地的开发 高分院的行政法院 觉得有问题 已经发回更审了 另外针对这个都委会的决议 我们也在诉讼中 此外 这件事情 本来吴敦毅就有政治承诺 而且它是合于 行政的法律的政治承诺 所以我们要求 物归原主 地归原主 还给住户尊严的生活 第三点 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知道 在这个刘正宏的手上 有十几起的开发案 有十几起的开发案 另外两年前 竹南地震 也有一位高阶的长官 自杀 可是他的孩子 在网路上不断的po消息 说不管是笔迹 不管是动机 他都没有自杀的理由 已经最近有部落客 把这个文章放在 台湾好生活的网站 所以我希望大家 继续去追查这个弊案 换句话说 在刘正宏的首算 在这个竹南开发案 除了怪手毁田 强拆民宅之外 朱家阿嬷的死 以及这位竹南地震长官的死 难道刘正宏不用负责吗 更何况刘正宏在苗栗现议会 口口声声说他背后还有很多地 这意味着什么 难道意味着还有更多的彭秀村 要遭逢这样子被拆家 被毁家的命运吗 所以我们要求检调动起来 全面的彻查所有的弊案 第四点 我们认为今天 今天的台湾是一个制度的扭曲 刘正宏拆掉了大浦四户 不是只有这四个建筑物 他拆掉了台湾民主制度的基石 他拆掉了台湾法制的基石 所以我们要求 我们现在就在临时会的期间 我们也会提出 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 我必须要讲这个修法必须要让土地征收 回归它的本质 要有公共利益 要有必要性 同时要回到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石 人民跟政府有一个制度性的保障 可以公开辩论 所以我们要求必须要纳入听证的制度 而不能像现在刘正宏 求援兼裁判 我跟大家讲 现在各个地方都有土地征收 求援兼裁判的情形屡屡皆是 这件事情考验了我们马无江流 是不是还站在一个民主的角度思维 我特别要点名江一画 2012年12月的修法 江一画是内政部长 同时他也是作为跟我们谈判的协商代表 当时我们面对江一画 同时也是台湾自由派的学者江老师 我们告诉他听证只是人民最卑微的请求 只是让人民跟政府有一个制度性的程序 可以公开的辩论 但是我告诉大家 作为一个自由派的政治学者 江老师拒绝了 作为一个政客 我认为他现在应该要面对江老师 跟江院长的矛盾 所以我们会重启修法 那我们也会要求 不管是马主席或马总统 面对面对这个人民的诉求 回复民主的制度 让听证 让听证 以及土地征收的必要性 纳入这个修法 这是我们的四点诉求 今天财大福 明天财政府 明天财政府 全民奋起 全民奋起 烈火不息 烈火不息 明天财政府 欧阳政府